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安静来到主面前 以下时间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不只是家人 我们先听一听马可福音六章一字六节 第一节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患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甚稀奇 说 这人从那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像吗 不是马里亚的儿子 雅各 弱西 犹大 是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女吗 他们就嫌弃他 他们就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卓恩获平成为一家知名大学的正教授 而他哥哥大胃 虽然也替他高兴 但就好像其他的哥哥一样 仍然都忍不住取笑弟弟说 小时候他总是能够轻易地把卓恩推到地上 尽管现在卓恩已经颇有成就 不过在哥哥大胃的眼中 卓恩始终都是他的弟弟 要让家人对你刮目相看 真是很不容易 即使是尼赛亚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纳萨勒是耶稣自幼成长的地方 因此当地人也很难相信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他们却对耶稣的作为感到诧异 在马赫福音六章二至三节他们说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像吗 不是马利亚的儿子吗 耶稣在第四节就这样对他们说 但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这帮人熟悉耶稣 大却无法相信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你生长在敬虔的家庭当中 从小就去教会和唱诗歌 一直都觉得耶稣就好像自己的家人 的而且确 如果你相信并且跟随主耶稣 他就是你的家人 因为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描述 他称我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此 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描述 在上帝的家中 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树荣 可惜的是我们关系的亲近 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耶稣是平凡无奇 其实我们的家人也会有独特之处 耶稣是你的家人 甚至更胜于家人 对我们来说不是应该欢喜快乐吗 今天在你跟随耶稣的信仰路上 愿你和他的关系能够更亲近 而主耶稣在你心目中也能够更加特别 各位朋友 你要怎样和主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 你又怎样确保他在你心目中永远都是这么特别呢 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这样说 他们就嫌弃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好多谢你带我进入上帝的家 奉主命求阿末 灵良透视 耶稣与那些与他同乡的那撒纳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颇为复杂 那些住在那撒纳的人 虽然熟悉耶稣与他的家人 但是显然地他们无法解释 耶稣为什么能够说出大有能力的话语 或者为什么可以施行神迹歧视 在信徒圣经注解当中指出 那些那撒纳人的怀疑背后 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 就是他们将耶稣称为马利亚的儿子 其实这里是带有贬义 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人是不会称男子为他母亲的儿子 即使他母亲是一个寡妇 除非是全心羞辱这个男子 这些那撒纳人所说的 其实是蓄意侮辱耶稣 是表明他们知道耶稣的诞生 是有点不寻常 难怪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四节 回应他们的时候就清楚指出 经文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敌 当然这里也包括拿撒纳 显然地 耶稣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凡凡之辈 或者称他为木匠 这里是一个暗示 是表明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甚或你也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如你